超级仪器有限公司数据分析系列 今天来为大家介绍的是 如何将多条曲线创建为一个群组图 有时我们需要同时对很多图形进行观察分析 这就需要我们在同一个图形档中打开这些图形 我们最常用的操作呢 是在左侧空白处右击鼠标 选择insert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 找到相应的曲线图形 然后借助键盘上的shift或control键 选中需要比较的图形点击打开 此时图形就可以完全打开 可是当我们需要多次重复打开一批图形时 这样的操作会给我们增加一定的负担 那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 打开批次图形的简单方法 即将多条曲线创建为一个群组图 当我们第一次在exponent软件中打开多条曲线后 选中需要打包的图形 然后右击鼠标 选择grade a group file for the selected files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存储路径 将其命名为群组图 点击保存即可 然后该群组图就会在桌面上得以保存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我们在软件左侧空白处 右击鼠标 选择insert 然后找到我们刚刚打包好的群组图 选中 点击打开 这样这些图形就会在软件中同时打开 下一次我们再需要打开图形时 只需要找到这个文档就可以了 这是非常方便快捷的 关于将多条曲线创建为群组图的方法 就介绍到这里 您学会了吗 如果有其他问题 请联系我们 联系方式 见屏幕